往两张金属板上铺层炸药 爆炸后竟然能让板子们瞬间合二为一 见识过他威力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其实这是一种特殊的焊接方法 即爆炸焊 又叫爆炸复合 可爆炸不是会产生很强的破坏性吗 为什么反倒能将金属板牢牢地焊接在一起呢 这个问题早在1944年 同样拦住了美国人卡尔 那天卡尔正在测试炸药的爆炸性 不曾想有两片黄铜片受到了波及 等他将黄铜片拿上手后 结果发现二者竟紧密地贴合了 于是卡尔便有了利用爆炸 把金属焊在一起的设想 而直到1959年 这个想法才真正被应用到了工业中 可以看到爆炸焊接不可缺少的有这几样 一个打底的基板 要焊的副板和一层即将要爆的炸药 焊接之前先将两块金属板停形或倾斜放置 先去调整好后再把炸药撒在上面 最后用雷管引爆 成分和操作很简单 但炸药被引爆后的焊接过程就复杂多了 首先爆炸产生的轰击波会与副板发生非垂直碰撞 并推动副板与基板快速地碰撞结合 这是压力汉 接着两个板子在碰撞点会发生速性形变 这是扩散汉 与此同时爆炸后还伴随大量热量的释放 导致金属界面部分融化 进而将金属板更牢固地连在一起 而这就是融化汉 如此多样且简单粗暴的焊接工艺 自然少不了多样的组合方式 在空中它能焊接航天飞行器上的爆炸复合接头 在水中它又能焊接海底管线 而除了焊金属外 爆炸汉还能捎带上非金属 像有人就曾经尝试将金属和陶瓷通过爆炸汉连在一起 并且焊接层数不受限制 虽然看着简单 但其实要想有较高的焊接质量 可以说难得很 比如选的金属板 必须能抗住极端的磨损和冲击 焊接的角度和距离也要找好 再者就是炸药的爆炸速度 据研究像一些爆速在2-3000米每秒的低爆速炸药 用来焊接效果会比较好 并且为了减少结合面中间出现的空隙和气泡 在焊接时还得保证炸药能形成一定的入射流 将焊接面的杂质和氧化层给冲刷掉